中华民国运动彩券商业同业工会自从成立以来就不断以不同的方式赞助台湾国内外各种运动赛事 为了勉励嘉义县全中运选手 2020年7月11号周末下午5点运彩商会联合了嘉义县阮氏网球委员会 在嘉义县大林三合国小举办了一场烤肉活动 召带全中运的阮氏网球选手享受丰盛的烤肉大餐 那我本身也是阮氏网球的全国性的V级裁判长 所以我对于这个所谓的阮氏网球我觉得是可以来发展 可是在阮氏网球这个协调性与身体的这个平衡性来讲 适合我们亚洲人那也适合我们台湾人 在这一次嘉义县的全中运当中 大林国中 永庆高中的阮氏网球选手 都集中在三合国小集训 17号要到屏东县参加比赛 目前三合国小是露天的网球场 会受到风吹 日赛 雨林的限制 学校希望能够争取预算 搭建泽宇鹏 大家也都相当感谢运彩商会对他们的支持跟鼓励 当然对我们的选手当然是很大的鼓励 其实我们现在软氏网球慢慢弱势下来 那我们也一直希望说提升我们软氏网球的曝光率 那我们也借我们运彩这个理事长他对我们这个项目非常的支持 那也带给我们的子弟兵有很好的一个未来的发展性 我这次呢真的非常感谢我们运彩工会 特别是我们理事长 对我们这个软氏网的支持 那软氏呢在我们三合国小已经有60年的历史了 那包括我们前几年呢 也有产生了我们亚运的这个金牌选手 那现在回到母校呢来这边服务 那这次呢特别感谢我们运彩工会这边 给我们这个选手呢加油打气 7月份的嘉义天气相当炎热 幸好傍晚下了一场小雨才感觉比较凉爽 选手们也都开心的烤肉 度过一个快乐轻松的集训时光 很开心 怎么说 因为和大家一起玩 还不错 对很多人很热闹 好吃 好吃 吃了没有 运彩商会理事长何玉琪表示 自己就相当喜欢软式网球运动 所以就在上个月捐赠了足球给黎明国中小 上个礼拜赠送篮球给台中市大敦国中之后 今天特别赠送嘉菜金给嘉义县全中运 举办烤肉趴 希望让选手们能够品尝丰富的菜肴 补充体力强健体魄 争取最好的比赛成绩 记者崇文旭 肖又金嘉义报道 他们对自己有一个目标 这样吧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